我就一支華為手機 你就華為手機 你現在還能連線嗎 我不能去工業院了 以後我們到哪裡還不能去 我覺得是這樣子 華為的產品在美國這幾年 被人家所限制 說被美國政府來做這個限制 他說資安就是國安問題 我先講一個故事 就在去年美國矽谷 有一家叫做Supermicron Supermicron來做 它做伺服器的 美國有一個知名的雜誌 叫Business Week 這是在美國非常重要的 一個商業週刊 他居然說 Supermicron的伺服器的主機板上面 有中國間諜的晶片 他這麼寫 他寫了之後 因為這一家公司是提供 Amazon跟Apple 公司伺服器的主要供應廠商 所以這個消息一出來 不得了了 大家說我們可能很多的情 我們個資都被中國給hack去了 結果經過三個月第三方公正組織的 一個調查宣布 這完全是胡說八道 完全是一個假新聞 所以從這個地方 美國政府一再的去重申說 資安問題是國安問題 他在美國也大剌剌的禁止了 華為的一個產品 其實我覺得美國只是要鞏固他 世界霸權的一個私心 其實華為的技術這幾年 真的是用非的來講 剛剛秀琳有講 所以我們現在跟著美國一起禁用 是有一種要向美方靠攏的意味嗎 還是美國要求我們這麼做 我覺得工研院有一點 他在附和美國 他也在討好民進黨政府 我覺得就這麼簡單 因為其實大家看得清楚 華為他現在 他的技術發展到什麼程度 他用台積電占百分之五 因為台積電現在最新的技術 叫7奈米 華為是最主要的用戶之一 這完全講的是技術性的東西 人家技術的發展 這跟政治一點關係都沒有 他真的跟政治沒有關係嗎 介大師 我懷疑這個還是跟全世界 在美國領導下的 禁止華為的產品 是有聯繫關係的 我們是看美國禁 所以我們就跟著禁 因為美國現在不只是美國禁 美國他的很多盟邦都在禁 像歐洲也有一個國家 日本都禁 加拿大都禁 都禁了 就是有禁到手機這個程度嗎 他基本上全面的禁 因為這次美中的貿易戰 基本上人家講本質就是科技戰 因為華為的5G的科技 事實上會讓大陸在整個IT方面 會超越整個美國長期 比西方社會長期離島 這個IT產業的情況 優勢 這個是非常非常嚴重的事 因為你知道西方國家 基本上他在國際社會上 這個領導權 基本上建立在科技的優勢上 而且是全面性科技優勢 這是第一次 就是一個非西方國家 非西方集團的國家 他發展的 自主發展的一個科技 會超越西方國家的科技 而且是關鍵科技 所以這個影響太大了 所以其實很多國際社會的看法 對於這次美中的貿易戰 認為核心是科技戰 確實這裡面 現在美中在談判的 很重要一個核心問題 就是有關科技的問題 不只再談美國已經採取行動 就是掌握5G技術的華為這個公司 是主要的目標 所以不只是美國全面進 美國的盟邦也在進 所以我們在這個時候 我們也對華為做這樣子的 一樣這個舉動 不能不讓人家懷疑 是不是一個整體性的活動 不過我們必須要認識出輕一點 我常常就講我們認識 每個國家有權利做自己 對自己有利的事 可是談到這個問題的時候 我一直有一點我必須 因為我在貿易界也扶過 經貿界也扶過 我覺得我們要看數字 要記住 我們今天百分之的外銷市場 是大陸 更具體要注意的 我們的主要的 我們的貿易的入鈔的來源 出鈔的來源 我們賺的錢是從中國大陸市場賺來的